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点14分直播 4点14分弹幕高清超清 总产生一种这真的是运动员们的想法 更何况 传统的体育经济项目 大多存在有久的历史和几乎不会有太大改动的规则 但电子经济里 且不说作为代替的游戏客户端 每一次办法的改变 都会引发对抗规则的改变 而更能让人为难的是 一款电子游戏的生命周期 如果能有十年就可以称得上是相当成功 但对于奥运来说 也不过是两个周期而已 这就意味着 一旦电竞真的入傲 也许两三个周期过去之后 电竞率下辖的项目或许就要全部换掉 其中的审核 立项和定规程序 想想就令人头疼 因此 在我们对广电总局的经历表示不满之前 不妨仔细询问一下自己的内心 你是否认同社会上的主流看法 在你的认知当中 电子竞技到底算不算体育对抗项目 人心和代沟的两难角力 英雄联盟选手 虽然巴赫最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并且国际奥委会也声称 电竞选手为了比赛所付出的准备与日常训练的强度 以及选手体现出的超越自己的精神 都可以认定 具有竞争性的电子竞技 可以被认为一种体育运动 但显然改变他们观念的 或者说 让他们的决定 而非观念发生改变的 绝不会是认知上的自我修正 而是可见的利益 在价值观稍显保守的中国 哪怕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 电子竞技的风生水起 也很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改变主流社会 对待电子竞技的态度 从这次亚运会中 电子竞技项目的转播缺席就可以看出来 电竞缺席的不仅仅是 北京安市亚运会的报道 还有主流社会对它的认知 甚至在大多人看来 电子游戏能够进入奥运会 本身就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可以沟通 但要扭转对方的既定价值观 并不现实 对于目前占据主流发生地位的年长者来说 电子竞技齐身不整 但因为其庞大的利益链条 使得它本身拥有了巨大的合作价值 亚运会与奥运会近年来了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旅行举办地南产困局 而一些传统的冷门体育经济项目 也因为热门项目的全球商业化和职业化 被大大的压缩了生存空间 急需关注度 而热门项目本身有着自成体系的系列在世 又不太需要沾五环之光 反倒是玄契奥运会影响了自身的利益 总体而言 综合性的体育再会 处境是越来越艰难 对 支持电子竞技的年轻人而言 传统体育大都涌杂无趣 并且不能给自己带来关注和利益 但奥运本身的金字招牌 可以让他们获得自己最想要的 找备对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的认同感 在亚洲传统的亲情文化环境下 这种认同感很难用利益来取代 更何况 奥运一旦与电竞绑定 必然大幅吸睛 对于冷门的传统体育项目而言 或许就能从中获得关注和支持 因为 虽然这是肉银可见的双银选择 但却因为双方价值观上的巨大分歧 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 二者想要达成最后的精诚协作 或许唯一的解决方式只有等 等待时间带走所有的代沟 电竞入亚并不能改变什么 电竞入亚并不能改变什么 虽然因为经营上的原因 日子困多的亚运会闲于奥运 主动伸出手拥抱了电竞 但亚洲最大的市场 中国 对此却反应冷淡 考虑到其排列项目的反复 电竞在亚运会的前景 未必会如想象般乐观 更为重要的是 除了认同感之外 亚运和奥运还能给电子竞争带来什么 奥运会声称 电竞入亚的前提是 入选的电竞项目 必须符合奥运会的价值观 因为 连和与战争 选心 暴力内容相关的项目 都不可能入选奥运会 那么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毫无疑问 几乎所有的热门电竞项目 都将会被排除在奥运大家庭之外 亦不能指责奥运会的保守 毫无疑问 和平是奥运会百年来坚持不易的精神内核之一 这一价值取向本身就是奥运精神的体现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没有打杂杀杀的电子游戏 很难成为热门 这也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利益 推动将之抬进奥运 而谈到利益 对于电竞本身而言 在互联网时代里 任何热门项目几乎都会迅速建立起相关的利益链条 就前不久刚刚结束DOTA全球TI8挑战赛 涨金池已经打放了2200万美元之巨 这还仅仅是电竞项目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 热门类游戏 英雄联盟 CS 沟河 绝地求生 其背后庞大的利益链条 让他们底气十足 哪怕无法入选奥运 损失的关注度 也不会影响到其自身的良性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电竞与押运的这次拥抱 很有可能会是一次算不上很成功的试水而已 强行的拥抱 只会让双方显得尴尬和别扭 或许在并不久 远的未来 社会的主流意识会逐渐改变 大家对待电子竞技的态度 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真正到了那个时候 电子竞技是否还需要 奥运会和奥运会的招态来装点自己 恐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720匹 搞清480匹 标清270匹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 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2018亚运会表演赛 中国AOV代表队夺亚运电竞手机 零百安美和内容要 50% 75% ZZ0027FB6RN5 播放模式 Chromials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框高848X480年量50% 视频 HTTP SCD NAPD 495 05DT 163A8A F4C3C80 80 73C E5 DD516 V FMT C DNS HTTP 用电竞 手机拧拜完美汉位荣耀,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2002CFB6RN5,IMG,HTTP,INOOS,GTIMG.COM,NOOSLAB,LS050215289386404800 Date视频,2018亚运会表演范,中国AOV代表对夺亚运电竞手精灵的完美汉的荣耀,时长约14分14秒 转文,扩森,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电子游戏已经以各种形式的存在,成为生活当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数据而论,去年中国游戏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 其中手游代表王者荣耀的运营收入大约的300亿元,英雄联盟的运营收入大约的150亿元 而绝地求生、魔术世界和英雄联盟这些热门游戏的巅峰同时在线人数,一般都能够在了100万人以上 喜爱电竞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电子游戏的火热现状 而衍生于电子游戏的电子竞技类项目也因此,乘风而起 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都拥有着自己的独立的职业联赛 火爆程度甚至不逊色与传统体育竞技 豪门之间相互对抗的比赛甚至一票篮球,受市场刺激 职业比赛的影响力也越渐扩大 英雄联盟中国区职业联赛,LPL,在今年做出了大幅改革 模仿传统体育为电竞俱乐部设置了主客场循环赛模式 固然这本身立足于电竞推广 但也说明了电子竞技的群众基础正在逐年扩大 然而,对于年龄稍大一些的老一辈们而言 无论是电子竞技还是电子游戏,又或是PC端游戏与主机游戏,都并不太大分别 只不过是玩而已,会想是多年前,电子游戏被主流媒体视为洪水猛兽 甚至被冠以电子海洛因的称号,相关从业者生存环境之严格 难以严肃,哪怕到了今月里 这种想法依旧在主流认知里,占据了很大的市场 这里的电竞静悄悄,LPL的选手未过出战 早在两个月之前,LPL的官方网站里就宣布将会在LPL的职业选手当中 挑选成员组成中国战队参加亚运会 角逐本届亚运会当中,新设立的电竞英雄联盟项目的金牌 一时间,电竞从业者欢呼雀跃 然而之后不久,新组建的中国代表队 在场无声息当中,就沉默地通过了亚运域选赛 甚至就在昨天和今天,热火朝天的雅加达亚运会现场 各项目的运动员在饮品之中龙争虎斗 但亚运会的电竞项目,却好像在电视转播当中消失了一样 没有任何的讯息 仅仅存在于赛程安排之中 用户无法看到了电竞直播 只有在一些相关的网站上 我们才能够一系看到 王者荣耀AOV项目 中国队已经拿下了金牌 而英雄联盟项目也结束了第一间的小组赛 中国队暂时去取小组第二 所有人都在比赛时间内疯狂地寻找直播源 然而国内的任何一家媒体 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 却都不得不面露苦笑 摇头说不 都说拿到金牌就是为国争光 然而明明是为国家争取荣誉的电影 电竞选手们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何也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广电总局在2004年发布的 关于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通知 这一纸禁令使得当时收视率 颇高的CCTV5电子竞技事件 旅游类式游戏东西等节目全部被停掉 此后中国的电竞赛事 在南进入电视转播这一重要传播媒体 大多数电竞赛事主要是通过网络直播 本以为随着近几年来游戏产业市场价值的急剧成长 和这次电竞入亚的东方 电竞赛事将会在本届亚运会上再度名正言顺的出现在电视音频之上 甚至参照电竞转播的多年经验 真正将电视加网络的传播模式彻底开启 将电竞打造成为本届亚运会当中 最具备新闻传播价值的运动项目 但在亚运会点进首秀的前夕 广电总局再次发布 关于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通知 该规定列了为成年人节目禁止四项内容 其中便包括电子游戏 禁止宣传 介绍各类电子游戏 目标所指何处 不问何知 这样一来 杨士即使我有独播版权 也只能是有苦难言 于是 亚运的电子竞技项目 就这样 在我们的眼前隐身了 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的公平竞争 并未存在 特殊的电竞定义困难 或其刚推动电竞入亚 就在去年9月 电子竞技界 发生了一件大事 新院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南华与阿里巴巴洽谈合作 时声称 愿意拥抱电子竞技 支持电竞入澳 而就在半年之前 巴赫华 曾言之早早的表示电竞绝不可能入澳 其中的反复与背后的利益纠缠且先放一旁 但这种手术两端的态度 正说明了在老一辈人与保守看眼中 对电竞所体现的那种复杂的 爱恨来年的态度 首先很好理解的一点就是 电子竞技作为一时代的产物 其脱胎于电子游戏的特殊性 足以让大家很难对其本身是否属于体育竞技这一点 做出明确的归属分类 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当中 哪怕是要借助某些器材 但更为重要的是 在对抗时我们更多的要去依赖 我们的身体 通过对身体清晰控制 完成各种运动技巧 超越人体本身的极限 追求更高 更快 更强的自己 在这样的固有观念之中 就连其排类项目 是否属于体育竞技 至今都依然存在巨大争议 而其排位项目虽然也曾经进入货亚运会和奥运会 但停留总是稍纵即使 为争取一个生存的机会而苦苦支撑 何为电子竞技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电子竞技虽然具备一定的对抗性 但这些对抗大多存在于虚拟之中 而长期在电子设备前训练的电竞选手 与传统的体育项目选手的体货对比 也很容易让大多数中立刮